很多人跟它的牛肉甘味开始采取了 虽然这一季的天气没那么稳定 那时有用心、有技术 做出来的一样很好吃 我们今年吃起来会回甘 那口感也比较Q 那去年是会甜 可是没那么回甘 自己在管理方面 还有那个光线方面有控制好 对啊,番茄也需要光度啊 我们在整理的时候 你就尽量把花向外面 这样比较阳光照射得到 中火的丢光里头 加上可以控制 不得含水分的滴灌设施 让它关心的感觉味 那口感不好又衰弹当 而且不只是请爱注意 需的时间也很重要 早上湿气种 如果我们摘起来没裂 放在盘子里面 它还是会再裂 因为成熟度已经够了 好像够的小孩一样 对啊 比过紅的都要更加热 而且缠下去要慢慢来 不能大力 冬天这个超 在照顾要很细心 跟夏天不太一样 就是因为 真重是每一个设施 让丹米冠的甘味 参加台南农街 定屋基盘的摄施甘味竞赛 在中国一百二六四位 参加价当中 拿到第三名的好信件 想说今年的品质应该不错 搞不好也会有一点佳作 心里有一点点这样 自己感觉 那没想到真的这么幸运有得讲 要很细心 而且我们要挑选的时候品质一定要顾得很好 一定不可以大小都乱混合 还有颜色要挑的很精确 这样民众买完它才会新认我们的品质 都会不会安排上课 对 那不懂再问那一些先进 改良场也会指导 称赛的独立口感 凤米、华关和当量以外 都要沾流也必须通过的检验 才会当中参加比赛 欢迎关注丹米冠 和靠后的苦情水 提到真三名 也为地方留下公益 记者 林依林 蔡船报道